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见道了 知道开法会 做功德 师父还说 但是当你真正在烈日下做义工 帮人家乘散的时候 你可能就没有这个耐心 因为你只是见道 但是没有修道 你懂这些道理 但是不一定做得到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念经吃素使我身体越来越好 每天健康快乐 白化佛法让我们破迷开悟 分享一 没有学佛以前 我的颈椎疼痛 头晕 腿关节骨质增生 天因下雨就开始疼痛 手上的皮肤经常裂口子 到冬季就不能沾水 痛得钻心 人活着实在是很痛苦 但是没有学佛前 我也是初一十五 有庙会就去庙里拜佛烧香 也许是菩萨慈悲 让我有好的缘分走入这么殊胜的心灵法门 首先 感恩师兄把我领进佛门 教会我怎么念经 读诵白化佛法和念小房子还债 还经常带我们一起去放生就余 从那时起 我一直没有懈怠 越念经越高兴乏喜 现在 我有时一个人在家时 念一下午经 八九个小时都不感觉颈椎痛了 不知不觉身上的小毛病没有了 腿关节也不再疼痛 我心里好开心高兴啊 很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 自从学佛念经以来 每天晚上睡觉四五个小时 白天还干很多的家务活 也不觉得累 我知道这些能量都是菩萨赐给我们的 无限感恩诸佛菩萨 感恩师兄的分享 分享二 我一直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赐给我这么好的孩子 我有三个孩子 孩子们都很争气 他们学习本来就很好 我学佛念经后 他们更加努力上进 考上了很好很满意的大学 毕业后都分配到了很好的工作单位 非常非常感恩诸佛菩萨慈悲保佑和加持 在家中我很爱干活 常把自己累得满头大汗 孩子们看在眼里也就很尊重我 喜欢念经 越念经越不觉得累 爱读诵白话佛法 每天坚持把白话佛法读诵三至五篇 从不减退 心里不去有任何想法 现在我的身体不知不觉啥也不疼了 受伤的皮肤也好了 感恩师兄们教会了我运用四大法宝 许愿 放生 读诵白话佛法 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 使我家里的大小事情 都通过咱们的法宝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送给我们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有这么好的五大法宝 运用到生活中真是太好了 希望还没有念经的师兄们 看到我亲身经历的分享 能受益 快点捧起经书念经吧 只要认真的学佛念经 还债 您的生活也会有意想不到的转变 也一样会有法喜灵验势力的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纪念师父最好的方法 就是多学师父的开示 依教奉行 弟子最近每天都在学习佛言佛语 勉励自己 师父就在我们身边 感恩师父 今天读到师父在定语会的开示 学佛人有一个通病 就是急于求成 但没有践行 结果造成修心和修行的脱节 因为你在行为上 还是我行我素 所以修心必须触到心灵 摘自2021年5月1日 师父每日佛言佛语 弟子贪心 总是急于求成 许愿小房子放生 读白化佛法之后 也只是在追求完成任务 又贪图功德 想做更多功德 自身福报不够 却好高骛远 自己得不到 就嫉妒别人做功德的机会 自身根基又不好 学习白化佛法 也总是无法入心 这样真的很难学好 弟子反思 应该脚踏实地 真心诚心去学去悟 师父在定语会中开示 修心修行犹如读书 必须一年级一年级地读 无法小学念完就直接进大学 每一次念经 许愿放生 都要用智慧去理解它 经常想到 我这是做功德 而不是基福德 长此以往 你才能去除烦恼 见到空性 摘自2021年5月1日 师父每日 佛言佛语 其实 这些道理也懂 只是自己习气上来的时候 就什么都忘了 只剩颠倒妄想 所以 只有自己多看 多学师父的开示 就如把一个闹钟 时时放在耳边 提醒自己 然后努力去践行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我想分享一件 关于实习的事情 今年的我要进入实习的工作 可是 我没有被这家公司选上 老师又排我去了第二个公司 我又害怕这第二个公司 没选上我 所以 我求菩萨 许了这三个愿 一 今天会念额外的 五遍礼佛大餐会文 二 二十一张小房子 给自己的要经者 三 如果我进入了公司 我会在博客上 现身说法 在三月十四日 老师发个信息说 只有一个人被选中 而那个人不是我 我感到很伤心 可是 有一位师兄跟我说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坚持念功课和念小房子 当我烧到十一张小房子之后 菩萨让我的愿望实现了 在三月三十一日 老师发给我一个信息说 我被这第三家公司选上 我非常的感恩观世音菩萨 能让我进入了这个公司 感恩菩萨有求必应 感恩我遇到了心灵法门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外科医生告诉学生 我们当个外科医生 需要两项重要的能力 第一项 我们外科医生不能反胃 就是看到血啊 看到那些恶心的东西啊 弹啊 捏啊 不能反胃 第二 外科医生要有观察力非常强 接着 这个 外科医生就伸出一个手指 沾入了一叠 看来非常令人作呕的液体当中 然后张开口 舔了舔自己的手指 他要全班同学照着做 同学们只能硬着头皮照做了一遍 医生微微一笑说 同学们 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试 不幸的是 你们第二关都没有通过 同学们说 老师 为什么 因为你们没有注意到 我舔的手指头 不是我深入到那个肮脏 叠盘里的那根手指头 就是 他用第一个手指 沾一下脏的东西 他放在嘴巴里是中指放进去了 那学生又不知道 舔完了就这么 所以学博人 仔细而认真的行善 我们要经常检查工作 平时有失误之处 及时的调整永远不完 一个认真的人 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你去看 不管谁能够成功的人 他首先懂得的就是认真二字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人道本身不圆满 坐拥金山都不安 一生白忙 白辛苦 快快学佛 才开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